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叫做逆龄生活的思维 其实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题目 现在是一个重视营养 重视优质蛋白的时代 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对于长者蛋白质的建议 是很保守的 每人每天每公斤0.9公克 09年之后一口气增加到1.2 甚至有人说要到1.5 那那个是多少 60公斤的人的话 就是一天要72公克 很多人就会说那很少 怎么会你在这边危言耸听说 好像大家都吃得不够 各位我们吃一公克的肉进去 不等于一公克的蛋白质 最好的这个肉类的转换率 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所以你如果这样换算 你要吃72公克的蛋白质 用60公斤的1.2去算的话 72公克的人 其实要吃到三四百公克的肉 而且那还是转换率最好的 你如果吃什么鲤鸡肉 又吃这个有一些培根 又有脂肪的 你的肉的这个比率更低 到只有百分之十几 你要吃更多的肉 你这样算一算 很多的长者其实是没有吃到 有人会说那我假如一天 需要吃这么多的蛋白质 请问我是吃一餐大餐好 还是分开吃好 结论是分开吃比较好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有一个蛋白质合成的 最好的一个情境 你的身体有 就你一次吃太多 它的合成效率也不好 吃得少合成效率也不好 有人也会问我们说 那我现在想要强壮一点 那我的蛋白质 我已经知道要这样吃了 那请问我是运动前 赶快喝一大罐去运动 还是运动后再来喝一大罐 或者吃一大口 答案是运动后立刻吃 运动本身对肌肉是一个 耗损的过程 然后你接着就要合成 你身体要修复它 修复它就要原料 你这时候给它很多原料 这个原料进来的 正好是最好的时机 它就可以把它全部吸收进来 去修复 肌肉就会跟着跟着长起来 那饮食很多人就会说 很多长者都会说 我怎么可以吃呢 我有三高 然后我体重过重 那这样子怎么办 我可以吃吗 所以自我设限 特别是三高的长者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长者 很喜欢来看我的门诊 因为就是回去说 尽管吃 吃了下就吃 这个事情对你没有影响 在65岁以上的族群 这是我们台北市老人见解的资料分析的 对于长者来讲 他的体重处于什么状态 他的健康可能有风险 全世界都一样 很瘦很瘦的长者不太好 体重过轻的人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生病的时候没本钱 就一场感冒就会可能要人命了 因为他没有对抗疾病的这个耗损能力的这个过程 然后呢 很胖很胖也不好 但是这个很胖 BMI到35 你知道35是什么观念吗 35就是像我这种身高要100多公斤的人 那长者多半身高会比较矮对不对 那个就要很胖很胖很胖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人不太多 所以换句话说 大多数的人都落在这一段 过重到稍微肥胖的人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会说 我想要自己瘦一点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请你用健康的方式减重 因为呢 我们人在老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身体组成 身体组成有所谓肌肉脂肪跟骨骼 你的体重 透过不健康的方式减掉的时候 流失的都是肌肉 当你流失掉肌肉的时候 你就是转向不好的身体组成 你更虚弱更没力气 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改善我们的失智症的风险 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那这里呢 其实讲的就是看 大家看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图就晓得了 最好的健脑的饮食是什么 就是意大利菜啦 地中海饮食 第二个是五颜六色的蔬果 五颜六色蔬果很多 然后呢用不饱和脂肪酸 橄榄油 但是它要搭配的 它要搭配运动 所以运动有几个基本原则 四件事情 我们重视时间也重视频率 更重要的是我们重视强度 因为我们过去给长者的运动建议 都是那种轻松和缓的 走一走 我会喘 那你就不要走了 累 不要走了 这样子的你的体能就一直的退化 另外有一件是书上比较少讲的 但是我很重视的这一点 叫做复杂性 为什么复杂性很重要 在过去有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献 告诉我们说 预防失智最好的运动是跳舞 为什么 因为跳舞呢 你要运动 肌肉要收缩 你还要记舞步 你要跳这个动作 手跟脚要到哪个位置 还要去执行 脑部还要去命令手脚的执行 更重要的是 跳舞的过程当中 还有人际互动 这个都是现阶段 所有在失智预防里面 发现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可以来参加 感谢大家